哈喽大家好,我是超子 您知道海螺怎么做最好吃吗? 怎么处理,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 今天超子给大家分享一道经典卤菜油爆海螺 鲜香脆嫩 接下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几只鲜活的青岛海螺 把外壳去掉 再去壳时用毛巾包起来 用刀轻轻的拍打 这样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螺肉 尾部是螺黄,可以食用,不要丢掉 中间部位有螺腮以及它的内脏 用手一挤还有螺杆把它去除,不能食用 再撕掉顶部的一层皮 这样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螺肉 全部处理好以后 放入碗中加入一小勺盐 少许淀粉或者面粉 用手揉搓抓洗两分钟左右 这一步可以去除杂质 以及螺身表面的粘液 抓洗完以后再冲洗两遍 然后放到案板上 用刀轻轻的拍晕,片成薄片 安全第一,不要伤到手 螺肉片成薄片以后 不仅看起来好看美观 而且吃起来更加脆爽 全部片好以后 放入碗中加入清水浸泡 再准备一点小料和配料 黄瓜切成菱形片 少许红椒同样切成菱形片 东北黑木耳提前泡发好 清洗干净放入碗中 小料准备一点姜片 蒜片 葱段 这道菜需要大火猛炒 快速出锅 所以我们提前堆一个碗汁 碗中加入半小时候清水 一点毛毛盐 少许鸡精 白胡椒粉 一点点干淀粉 搅拌均匀备用 泡好的螺肉倒出来 用手压干水分 材料脚部备好 接下来开始制作 起锅 做小宽油 先把油温烧至6成热 180度左右 将螺片和配料 一起放到兆粒里面 用烧热的油 把螺片和配菜 虫一下 这也是螺片 脆嫩的关键 锅中不用再放油 利用锅的底油 放入小料 煸炒出香味 小料炒香 放入螺片和配菜 沿着锅边 烹入一点黄酒 去向灯兴 开大火快速翻炒 不要练战 三五秒钟 结束战斗 调好的碗汁 搅拌均匀 淋入锅中 继续大火翻炒 实险制快速成熟 出锅之前 拎了葱油 翻炒均匀 起锅装盘 一道味道鲜美 简单好吃的 家常油煲螺片 就做好了 这一道油煲海螺呢 对刀工的要求比较高 讲究大火蒙炒 一起合成 鲜香脆嫩 我先替大家尝一下 看看味道怎么样 太好吃了 学费的同学 点完赞 动机手来 多给你心爱的人吃吧 咱们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